早在两年前就要重新改建的花莲市农兵桥 因为0206大地震的影响 重建时辰延后到现在 预计在7月15号就要封闭施工了 市长过家前有故意民众绕道而行 同时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而农兵桥在7月15号封闭之后 预计要到111年农历年前才会完工 花莲市农兵桥从民国67年 新建到现在超过了40个年头 是车流相当频繁的联络桥梁 不过现在桥面下线 桥墩及桥头有多处的军列 钢筋也有外落的情形 经过地方各界多方争取 获得嘉义行善团的慷慨捐赠 要重新改建农兵桥 原本在2017年10月10号 已经举办了农土典礼 但却因为发生了0206大地震 花莲市有三座其他桥梁毁损 必须分歧来修缮 所以一直到今年的6月30号 上至桥修复完成之后 农兵桥的改建工程才要开始进行 因为0206地震的关系 花莲市有三座桥梁的一个毁损 造成农兵桥的施工 必须要延后来做一个施作 也在三座我们桥梁 主要也修复完成之后 农兵桥也紧接着嘉义行善团 来做过评估之后 也在近期内要开始来做施作 那我们希望在施作的过程里面 一切都能够非常顺利 当然它有一些道路的部分 可能会影响到部分用路人的一个生活习惯 那也要请大家能够多多见谅 那我们还是有三号桥 跟我们十六股桥的一个替代桥梁的部分 可以做选择 那我们未来会来跟嘉义实战团持续配合 让这座桥能够用最快速的方式 来把这座桥能够快速的完工 这座桥是由嘉义行善团来出资改建 工程总经费是4500万元 新的桥面要拓关成为10公尺 长80公尺 并且重新规划东西侧的引道 维持桥梁的安全和功能 在109年7月15号封闭施工 预计要到111年农历年前才会完工 施工所表示 施工情节也且民众可以多加体谅 并且注意行车安全 这里会幻视报导